выпуск里期 我们先.. 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嘿嘿 陈湛nen,你先说 你说说... 你自己的情况 我.... 我... 就生长在阳村 就阳江市上面的一个地方 现在就工作在阳江 生活在阳江 所以你在阳江长大的 我在阳村长到20多 在阳江大概有16年还是17年 对生活在这里 那你去杭州的是什么时候 九二年九二九三年 那时候你已经工作了 我去读书 你就是去读书 对 在这以前在这边上学的 对对 在阳江上中学 在阳村上了中学 上中学 完了到 就上完了 就要去梅阳 对 来了一段时间 然后毕业了之后又回到阳江 毕业了 基本上就在阳江 对 就毕业前几年就做过一种教育 就关于书法的教育 这个工作 后来呢就 零 两千年了 两千零一年了 就跟 郑国他们合作 就是你离毕业 毕业以后 很快就和 郑国 你能一起 应该要六年之后吧 七八年 嗯 七八年之后 就九三年回来 到两千年 两千零一年认识他们 就这么一个状况 你回来以后在这边做什么事情 都做以书法有关的工作 就回来的时候我也搞书法教育啊 关于小孩的培训啊 我们都做过 所以一直是和书法有关的 对对都有关 在这个书法这块都是移情 还是蛮关注的 其实当时他的工作室 跟我们那个设计的公司不远 可能就一百米 就一百米吧 对 所以以前并不认识 呃 他也去过我公司 可能我不在 我也去过他那里 对对 因为他在阳江上的时候 我在阳村 对 他距离可能 你这很远吗 不远 五十公里 五十公里左右 嗯 那你来谈一下 我就 呃 一级都生存在阳江 也没有上个 不远的 就一级就比较喜欢 写书法 不想到大都这样 就我的一个 我什么时候有一个 旧工我一个青史 就他就不认识记的 那就呃 每年春节都会写那个书法 跟别人写书法去卖 卖了 叫我 哎我看这个 哎呀这个 他教我怎么写怎么写 我到了后来呢 我就不要看这个书法写的 有写别人写的书法都写得好 我就怎么变一下 就跟炸盐 跟狗鼓 他们一起打个生产 对 你现在认识他 对 他跟他认识比较 比较 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在那个 在开那个 一个工作室的时候 他会到我那里 他老是会 看一些书法啊 急急点点啊 就说这个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我们俩挺好玩的 就 就会一种对话 非常好玩 就天天喝酒喝到天亮 对 有时候喝酒喝到天亮 要去公园 看那个老陶用水啊 在公园里面写 有时候要跟他们搞一下 很好玩的状态 那个时候 但是你们那个时候 还是都是做的传统书法 没有 所以我是 我是 那个时候还是对传统书法 还是有在做 他是 一直就不大 不大在意这种传统 我觉得就 也不大在意他整个传统 一直 想找一些新的一种 表达 对对对对 表达 但是 但是 有点意识的种 但是 有时候写的 有点看 写的 写的外景感觉 就 真的不是你一直写的 就是找一点新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那个时候 刚好把摄影停了 也想寻找一些 新的媒介 然后看到他们在 在玩这个 我觉得 哎我介入里边 也应该挺好玩的 他对于我来说 这种也是一种 陌生的一种 一种 媒介 而且 这种媒介 又被中国 使用了几千年 但是 他又在当代里边 还是属于比较 滞后的一种媒介 就没有太多的人去 使用这种媒介 但是我发现这种媒介 跟他们谈起来 是比较生动的一种媒介 它跟人体有关 因为书写它还是 跟人这种 意念和肢体 使用这种语言 有关 它意念就是说 加上酒 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有一种人好像在一种 一种比较很生动的一种状态 像龙飞凤舞的感觉 就等于 不像一种真实我们工作的那种 就是上班那种状态 就完全是一种 说不清楚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好像挺有意思的 所以你们一起做的都喝酒 然后 做好了吗? 对 做 做 然后完全失忆 它进入一种 没有意思的状态 但是 过一天 醒过来 地上就多了很多书法 就会问谁写的 就像没有作者的那种感觉 好像是天地无心而坐 然后就问阿列 我们昨天谁写的 她说你们三个人都在这里写了 那以后我们就会 就为了记住这种状态 就找回那种记忆 我们就会像这样找一个录像机 每次我们要坐 然后阿列 可能要保持那种清醒的状态 帮我们记录 就我们在回看的时候 就感觉到有一个不像我们的 那我们在做这种书法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个展览 好像是在深圳 是不是 那个时候最早的展览 应该是在那个曾经化验 对 那个 袁老师呢 对 对 那个黑极声像 那个不是 最早应该在洋江展规一次 在洋江展规 他说他看到的 哦 应该是那个 嗯 03-04年 嗯 他最早 那样 那个时候那种状态的作品 你能够做了多久 那个差不多已经成型了 他 他 第一次在 在外面的是上海 然后在上海之后马上就参加了 侯汉渔的一些展览 然后其实是再回到国内的应该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04-05年了 03年在法国 嗯 就是侯汉渔的一个计划 叫自治的天堂好像 最早在海外出现的 03年 你们都去了吗 他们俩去了 哦 他们俩去了 哦 然后他们俩就没去过国外 我刚好又没有时间 所以他们也就等于磕磕碰碰的去 就是我们那个封面 没看到过啊 哦 没有哦 回头我给你们寄了 看看 10年的第二期 哦 这个 真没有 因为我后来我们都 可能 这个地址改变了 我们都没有收到这个 这个地址了 可能以后我要重新给你一个地址 对 你给我一个地址 这个是 谁去拍的呢 这就专门 这是他给侯汉如给我的吧 哦 他拍的 我写了一篇 一个国外的评论家写了一篇 评比杨双年展的 哦 就是其中写到你们这个作品 然后我们觉得 这很有意思吧 他就拿来做封面 哦 哇挺好的 哎 这个这个杂志典藏这个 艺术我们叫艺术 艺术是吧 就叫艺术 嗯 另外你那个就是03年给你做过一个封面 是那个气球飞天上的那个 东京上空的故事 那个是你的意见 这个也做了 这个杂志也做了很多年 10年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 为了做一个10年的 庆祝活动吧 就把这个杂志所介绍过的 50个封面 因为我们从出了50期 嗯 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 嗯 50个封面上的艺术家或者群体 嗯 都来做一个录像的采访 嗯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小型的一个展览 一个一个 一个作品 嗯 在巴塞啊 在香港啊 在这些博览会上展示 嗯 所以我们回去 是会把它剪 剪辑一下 嗯 实际上只有一小段 每一个 因为50个嘛 啊对 全部藏藏 对对对 这个肯定就一小段 嗯 一小段 然后呢 这个 呃观众看到 比如看到这个封面 嗯 他点一下这个封 点击一下这个封面 就出来 屏幕上就出现 来吧 哈哈 有我们也是10周年好像 是吧 02年到现在 哦你们也是02年 啊02年好像是 02年也就是过年了 嗯 春节的时候 春节的时候 就到今年刚好四周年 嗯 挺巧的啊 这里还有谁啊 哦 对哦 还有 四个 不一样的人 这个成家人 对啊 我说10 years old 有一个 林彭喜 他就在我们家 隔壁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 在不在家 啊 你要 那没关系 我就是问一下 我看这个人 有一个 七八个人 七个人吧 七个人 我们三 三加四 三加四 哦 八个人 嗯 嗯 他洋江祖的特色就是说 有一个加字嘛 他可以加一些社会上的精英 来不断的来建构这种 呃 呃 呃 或者不是建构 是注入一些社会上的一些 或者其他领域的一些精英 来注入我们对艺术的 或者对书法的一些新的一种 呃 理解吧 所以经常有一个加字 就 不一样的项目 他加的内容不一样 基本上是三个就是三个成员 啊 没有变化 对 只是展览的时候可能加别人 啊 对 加了一些其他 取业界啊 或者过往过夜的一些人 会有不同的面图 就加 最近在做什么展览 在 到三月五号我们要去英国的那个什么 百明汉好像 有一个叫我们做一个叫板球停止饭后书法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 然后可能是 因为饭后书法嘛 这个饭就肯定跟这个饭有关 呃 然后停止就肯定是跟 就等于是一个建筑 我们做一个建筑 然后在 在这个建筑里边就等于 有一顿饭 这顿饭是可以参观的 就等于我们要限定一个范围在里边吃饭 要观众他只能在外面看 就等于吃饭他本身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作品 他可以上二楼看就等于 就像一个影棚一样里边就是作品的内容 吃饭喝酒 然后就会写书法 然后可能到时候那些剩菜我们就可以在创作跟书法 剩的菜和书写的内容连在一起 就有点像我们刚才一进门看到的那张摄影那样 就可能是书法 但是可能这一撇可能是一条黄扇或者是一条青菜 可能就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结合 这样的一个有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这个项目就跟英国的9月份的Flish 9月份还是11月份 它有一个户外的一个项目结合起来 就在那里白明翰一做就到Flish 要同时几个地方一起一起做 未来就是这个我们要做的这个计划 你们常常在国外展览吗 几年 几乎也没停过 嗯 对 刚刚因为我跟这个我谈了你杨江 他个人跟杨江的这样一个关系啊 你们两位你们觉得 你们住在杨江 然后经常现在你们的作品需要和国外的观众间 所以这样一个这种状态 你们过去 在过去自己创作的这个 发展这个过程里面啊 有没有设想过 会出现这种对话 就是杨江和外界的这种平凡的对话 这一开始做的时候倒不是很明显有这个 有这个想法 就是内心就有一种 这个事情比如说当时的书法的现状 我的看法是 对啊 只有日本那个 现代书法 刚好进来中国 对中国一种影响 但是它本质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当代的手段也没有 没有家用 当代的很多观念 它跟当代书法好像有一种距离 但是就一种 做的冲动 就没有会想到 作品会怎么样 后来就接触多了 就会觉得 就会更清晰的去想一些问题 是后来的事 做的时候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就 哎呀这个东西可以变一下 可以这样做 还有那个国务他对那个 当代介义的比较少 相对我们来说 有一些观念会影响到我们 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说到杨江最有发展权应该是孙庆林 对 因为我六岁到杨江 他二十多岁 他是土生土长的杨江人 你是原来六岁以前是在 三十公里的青春 也不是这种意思就是本市的 土山土长 他是土山土长的一个杨江人 而且生长在最夜闹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南恩路的那一带 等于是杨江的一个老期的中心地带 就比较老杨江 当你到国外去做展览的时候 或者去旅行 你觉得和这个外界外面的世界 跟杨江的对比 你觉得你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 这个肯定会不同的 第一次出去真的感觉就是有点兴奋 第一次出去哪一年 就零三年吧 就很兴奋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都 这个都是做好自己的作品 把卡利水做给你们 怎么做怎么做 那其他的都 要想少想 少一点是想 作品就多一点 有没有觉得差异很大 应该有的肯定有这个 对吧 那个地方的文化也不同 那个建筑也不同 那个风土原情也不通 饮食文化也不通 对 他最头疼就是饮食文化的不同 不习惯 不习惯 你如果到我们温哥华 就没有问题了 那里华人 在伦敦也没有问题 伦敦还不能跟我们那边 那边是 我们那边是完全 就是可以说有些地方 餐馆比大陆还要 直接使用中文 材料也是没有问题 厨子都是最好的 从香港台湾大陆来的 以后我们要找机会去 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习惯 你可以吃广东菜 四川菜 湖南菜 什么这央菜 这是他的理想 到哪里都是中国菜 就好了 他的愿望是 只要有展览的地方 就有中国菜就是他向往的地方 那天我跟他在法国那个地方 就比较 城市比较小 一个小城市 没有中餐馆 天天都是面包 要头一次出去 你晚一点起来 那面包已经很硬了 好像砖头一样 就说差点忘了带一个小锤仔来 对 你要早一点起来才能吃到 比较软一点的面包 你晚一点的面包都已经很近了 一下子还是有点不死吧 但是你在 温哥华的房 那边的就是中餐馆 他做的就可以做到 很地道的 就是你这边都买不到的那种新鲜的东西 他都会有 所以很难得 他有很多华人在那边 非常多 就有一个消费的群体 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是华人 那种面包对于他来说 就像干粮一样 这种是好像 在这里不太吃这种 干粮 不习惯 真的不习惯 特别我的牙子又最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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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